Hello 大家好 我是明明 大家今天也没有包饺子 包饺子肯定少不了这个饺子线是吧 然后大家一般是用这个刀来剁这个饺子线 还是用这个机器来搅 我个人蔬菜是用这种 如果量多的话就用这个 然后角落的话是用这个不锈钢角落机 像这个是手拉的 这个还是挺实用的 也特别方便 但是这种就是不锈钢 所以我们今天来测评一款这个电路的这个角落机 这个价钱不贵87块钱 这么大 不锈钢的 这个是塑料的 这里面是刀片 一共有4片刀片 哇 好锋利啊 用的时候要小心不要搁到手 这个的话是主机 然后有两个档位 一个一档二档 一档的话就是碎一些比较软的 这个蔬菜水果啥的 然后二档的话就碎一些比较硬的东西 比如一些胡萝卜肉之类的 然后这用法的话 变这个大同小异 这个手摇的手拉的变成电脑的 然后这个刀片放进去 这个杯盖 然后电动的这个主机 套上去 从这里套进去了 这里插电源 一档 二档 二档比较猛一点 需要压着它 它这个不是固定的 这个都可以分开的 好了 我就清洗一下 然后准备一些食材 然后准备了肉 还有这个胡萝卜 还有这个蒜头 对比一下 我们先试一下这种吧 放3块进去 切不了 哎呀 线都被拔掉 这个没问题 我放块肉进去撕一下 手摇的就可以锻炼身体 感觉还不错 肉也能嚼碎 包饺子就这么出刚刚好 不能嚼得太碎了 好了我们现在试一下电动的 盖上盖子 让这个主机套上去 蒜的话直接一档就可以 几秒钟你看 你看 但感觉这个蒜还是少的 蒜少了的话就嚼不到 在那里空转 盖上盖子 这个的话就需要用这个二档了 吓我一跳 一档也可以 这个电动的感觉比手摇的 就是轻松很多 你只需要压紧的 来按一下它就可以了 不错不错 你看 几秒钟的湿 这才是速度 一股胡萝卜味 突然感觉看这个挺有胃口的 好像闯一口 确实不错 好了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肉 快点把这个给嚼着 这个肥肉瘦肉都有 肉比这个胡萝卜更好搅一些 肉扎了 肉泥了 我感觉一般这个料要放到一半左右 太少的话 因为这个肉蔬菜怎么一搅 它就会往外面散 所以这个刀片够不着 但这个猪皮也是嚼不了 猪皮太一嫩紧了 那这个肉泥的话 我感觉特别适合做那个肉饼 其实这个电动应该手动的 搅出来的效果 我感觉是基本上没区别 角落的原理都是一样的 相对于手动的来讲就是轻松 真的轻松太多了 像这种的价钱是39块钱 这个价钱是87块钱 这个的话20块钱 刚好这个是这个两倍 这个是这个两倍 好 今天这个电动搅热机 就成为了这样 如果大家喜欢的话 记得在下面留言 有什么好的体制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好了 拜拜